這個部長 田委員好 部長今天我們談的是社會福利 但是呢因為我來自災區 所以不得不跟部長討論一些問題 我想今天早上 我看到我們一些 國民黨籍的委員可能因為看到媒體的報道 所以有一些誤會 不過我想振這個機會 跟部長討論一些事情 因為我才跟中央氣象局 調到一些資料 我們宜蘭這一次 從發布警報到 第二天大概一天半 最高雨量 1156 這個比凡納比還慘 凡納比在屏東的馬加 最高雨量1127 但是下了三天才1127 我們一天半就 1156mm 那莫拉克呢在阿里山 最高雨量下了五天 是2855 所以我們這一次 沒機下在宜蘭 事實上比這個 莫拉克比 帆納比 負水來到冰箱 那蘇澳的食雨量呢 這個 12、11號下1點到2點 食雨量181.5mm 中央氣象局的人親口告訴我 這個是破台灣本島百年紀錄 所以總統 馬英九總統跟吳敦院長 禮拜六到宜蘭的時候 水利署長站起來 楊署長也說 這個完全是因為雨量太大 所以事實上 宜蘭縣政府 要住那些 因為事實上 水利署長都作證 說這個是天災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有一些媒體 竟然在那邊誤導 就說 特別是禮拜六晚上 有一個call in 節目 主持人 哇這樣子咬牙切齒罵林聰賢 說林聰賢 對這個 這個馬英九總統 非常不敬重 什麼 你一句我一句 我剛剛遇到 林建榮說 怎麼有 林館長出頭到 對總統也都很客氣 甚至還幫總統解圍 民眾在那邊罵說 幫總統解圍 昨天還有報紙 報出什麼冷眼疾 說什麼林聰賢 故意離總統遠遠的 讓總統去落單 那個是因為民眾激動 誰會把那個縣長 推到旁邊去啊 想要保護總統啊 這個 我自己陪在旁邊 也常常被水護擋到外面去 想說我怎麼在躲著歐巴桑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總統的水護自己太過緊張 第二點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昨天還跟我們縣政府的應變中心聯絡 白雲市水保局一直說是黃色警戒 不用撤離啊 紅色警戒才要撤離啊 白雲市水保局發給縣政府的是黃色警戒啊 不是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今天 沒有啦 我昨天才 那個委員 那個發生那個災變的地點 不是白雲市 是白雲市下面的民宅 白雲市本身是在黃色警戒 那個民宅不在警戒區 但是那些師傅都在白雲市裡面嘛 所以他們不要離開白雲市市場 真正就是派伊文啦 第二點呢 公路局 我去調過資料 10月21號早上11點半 縣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然後下午2點開會的時候 我們公路局給這個縣政府應變中心的資料 跟後來給毛治國部長的資料是不一樣的啊 不是這樣講對毛部長非常不公平 那個委員我手上就帶著 因為我知道這兩天大家一定問這個問題 我手上就帶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在早上第一次工作會報的所有的投影片 以及下午第二次工作會報的投影片 以我們中央來講 我們到下午的時候 也只不過就是掌握到說 那個地方有多處坍塌 有二三十輛人車受困 那個部長齁 時間上有落差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問題是你們有了新資料 公路局有了新資料的時候 應該趕快給我們地方的應變中心 我跟毛部長這兩天有很多的討論 毛部長也很委屈 毛部長當天去到宜蘭縣 就大概七八點那個時候 他拿出的是一張地圖 那張地圖是毛部長自己做功課 把公路總局跟他講哪邊坍塌哪邊 他自己把它標出來用紅筆 可是當他拿出來的時候 我聽說副縣長臉色大便 覺得說為什麼你有這個資料 我沒有這個資料 其實我們在中央在應變中心做功課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自己要做筆記的 就如果說你聽到什麼簡報 哪裡有灘灘你就寫下來 我想部長今天因為我的時間非常保衛 我下面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問你 不是說沒有提供 這個事情我下次請這個副縣長 然後請毛部長 然後大家坐好話說 到底是哪裡出在問題 因為我跟你講齁 我先生自己也當過縣長 也做過應變中心的指揮官 就是地方跟這個中央的資訊 是不可以有落差 何況我們宜蘭縣政不是在第一線嗎 所以不怪 因為吳哲成副縣長 他做過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委 他在中夾 這個以後我們 把人找我來對集 這個就出來 不過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跟部長請教 我們利用臨時會 這麼緊急通過災害防救法 災害防救法這次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我們災害防救法裡面 有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下面還可以設災害防救委員會 還可以設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我保護我們現在整個政府部門 為什麼李鴻元教授 一直說要成立災防總署 為什麼我開過記者會說 應該有一個國家級的災害防救應變中心 但是民進黨團也不支持的 什麼不支持 向委員報告 我們曾經拜訪過科委員 科委員說 災害防救法 我們有不同的 根本不可能再增加一個部會 所以你們這個部會限制就有問題嗎 我說民進黨團也不贊成 增加災防中署這個二級機關 但是我們支持要有一個 常態性的災害防救應變中心嗎 那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災防辦公室嗎 哪有 我跟你講啦 我現在把整個都調出來 你聽我說啦 因為我只剩下五分半啦 行政院災害防救匯報啦 有事情 臨時成立一個臨時編組 災害防救應變中心啦 經濟部下面有中央地調所啦 氣象局屬交通部啦 航空車廠所屬林務局啦 內政部下面地震是有一個專門在畫圖的中心啦 經濟會花了好幾億又做了一個財團法人地理資訊中心啦 營建署呢 一個監測海岸的單位啦 國科會呢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啦 專門剛才在湖籍收集資料啦 然後還有一個位於中央大學的 這個太空遙冊中心啦 福威二號啦 國家地震工程中心 現在呢 國科會還有一個籌備處叫台風洪水研究中心啦 是 然後林務局監測河川上游 水保局中游啦 水利署監測河川下游啦 所以你這是要怎麼統整 向委員報告 如果你的意思是說 把剛剛練的單位 把他統整放在災防總署下面 我很負責的跟你講 那會是個災難 部長 我跟你講 意大利 他們的語量沒有我們那麼大 最近有一些意大利的學者來 他們一聽說我們食語量 181.5mm都昏了 他說他們意大利大概30到40mm 大概就變國際新聞了 他們的災害防救應變中心呢 是一個常態性 他們的值班人員一旦看到什麼事情 甚至於可以去指揮軍隊 指揮直升機 那你現在我現在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你們現在所通過的這個災防救 委員我們一樣有個國收中心 是24小時運作 任何災難馬上出動入海空的艦艇去救助 災害應變中心 三級開設是全年無休 連過年都在開設 我們講我們的國家花了那麼多錢 太空遙測中心放在中央研究院 然後呢 颱風洪水研究中心呢 這個什麼追風計畫 是台大大氣 系他們在做 那這個經驗會呢 這個地理資訊中心 外移組織跟我們的國家花那麼多錢 狀況就很像一個人 做了各種各樣電腦斷層掃描啦 X光片 但是沒有一個組織醫師 沒有一個團隊20小時在做監控 不然的話這一次 為什麼我們梳花高呢 你要到50mm才下令封路 事實上這個雨已經下那麼大 下那麼久 你就可以預測接下來會怎麼樣 等到你下令的時候已經很多車跑進去 今天問題就發生在這裡 我只是要跟部長溝通這個觀念 我一直呼籲成立一個國家級的災害防救應變中心 並不是部長你所講的說 我們有一個國軍的什麼什麼24小時的什麼 不是國軍的 那是發生事情之後 你才開始去救人啊 去打撈啊 不是那個 我們講的 也許委員哪一天我真的應該邀請委員 到我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來參觀一下 讓委員知道 那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是 你風台要來 根據氣象局有超級豪雨 你們才開始成立嘛 那就是事情發生你才成立 我現在講的是24小時的一個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是分一級二級三級開設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之後成立二級開設 陸上發布的時候成立一級開設 但是在平常就是一直維持三級開設 那幾十五十的司機呢 沒有便當可以吃現場一團亂 委員 您不會拿那個便當發放以後來檢驗一個什麼災房機制吧 那個國道走山之後發生之後 我是第一個到 我是第一個到現場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他們差一點罷工耶 你還說便當是小事 委員 這些司機差一點自己去電郵錢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事情有行政 後來他們忍無可忍 有行政上面的錯誤 為什麼 因為這個變成是交通部在負責 你還跟我講說國家有一個統籌的常設的災害應變中心 好我現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我們核四明年要運轉對不對 如果核四出了問題 比凡納比比莫拉克比梅基還要淒慘喔 這三個颱風是你的那個泥土清淤 這樣不走也當清走 沒有疫情發生就可以 如果你發生了核子災變的話 比這個話淒慘 我所以我一直說 我們需要一個國家級二四小時 像義大利那樣 他值班人員可以在第一時間不用再乘乘請示 立刻可以去調動直升機 可以去做各式各樣的應變嗎 那你今天分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 最後還要總統穿著那個 紅色的這個背心 It's show time 然後進來 然後才開始 你把義大利那個情況想像的太神奇了 因為只要是要調 真的要調動到 比方說幾千名的特戰部隊或國軍的話 我不相信這個事情不用到 比方說降級降臨以上 但是如果說只是國收中心調動哪一部直升機 部長 你把話題扯到另外一個狀況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一個小事就可以防止大災害 就是我們出發公路要不要封路的事情 你如果有一個中央級的一個單位 昨天毛治國 禮拜六毛治國部長 那邊跟總統跟我們做簡報的時候 他就講說 是地方的單位看到雨量到了50mm 然後才下令 才覺得說應該要封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有一個中央級的更有經驗的 就像李鴻元教授講 事實上經驗很重要 專業很重要 你們的公路單位不是防災應變的這個專家嗎 所以他到了50mm的時候 他才開始說 這不行 要趕快把他封路 那事實上如果你在中央有一個20小時的 非常全方位的有經驗的 事實上他你不用到50mm 就可以開始下令封路 因為一些雨的那個量 跟那個食雨量 就是說我說的那個雨水實在太雄 委員 我們每個人都不應該扮演事後駐隔量 如果說按事前的標準來講 我只是要告訴你 我們中央的我們中央的中心 陳鴻宇教授已經講 食雨量50mm已經是非常嚴格的標準 這是我們在歷經過去幾十天所訂定的 那當然 以這一次封橋時間來講 如果說封路的時間 如果能不能早一個小時會更好 或怎麼樣 這是可以討論的 我無意在這件事情上爭辯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要跟你講說 標準作業流程是有的 因為他的我們災防 我們災害防救法通過以後 我們的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以及他下面的委員會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要做什麼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跟措施呢 然後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的災害計畫 這些到底在這一次有沒有發揮功效 你自己要回去檢討 我看起來是沒有 因為如果有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大的災情 而且我要跟部長講一件事情 陳鴻瑜老師親口告訴我 這一次雨是下在宜蘭 如果下在外縣市 他的災情會嚴重好幾倍 因為我們宜蘭從陳定蘭 劉璽困到劉守城 我們做24年水土保持 做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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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我的先生劉守城當了八年縣長 單單為了水土保持 開了7000張罰單 但是呂國華呢 你自己去調撫衛二號去看看 十年前四年後 呂國華執政四年 宜蘭的水土保持變什麼樣子 你自己可以看得出來 我都調得到你當然可以調得到 今天跟你討論到這裡 我是覺得說 今天所有的人才都在中央 中央災害防救法 臨時會也趕緊緊緊通過 到底發生什麼功效 你們自己心知肚明